这趟行程发生在一个月前 正好当天赶上了万圣节 很早我们一行人呢就出发 开车从温哥华直奔BC省的首府维多利亚市 因为在维多利亚我们的行程很紧 要办的事情很多 所以呢一大早就出发了 那么远处呢是轮渡码头 在轮渡码头的边上是货运码头 这两个码头呢都是填海填出来的 一种平行的关系 看来早上要去维多利亚的车还很多 现在时间呢真的还非常的非常的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的太阳照出来的光都是黄沉沉的 一看就是一个好天气 从温哥华乘船去维多利亚 那么最近的码头呢在超瓦省 整个航程呢是一小时三十五分钟 风平浪静 而且全程啊都有手机信号 景色呢非常的美 所以呢这趟旅途 大家不要错过了 在轮渡上呢 好好地欣赏这个海湾的景色 同时呢也强烈推荐 尝试一下轮渡上的这个点心的加拿大早餐 现在这个公园叫做Marlahat 是今年七月份才开张的一个网红景点 这个公园位于原住民部落的保留地 所以近来的第一个这个雕塑就很有这个特色 你觉得它像什么动物呢 欢迎留言告诉海苏 因为赶上了万圣节 所以今天游客们有堂了 而且公园里到处布置着Holowin特有的各种吉祥物 等会你看到了 欢迎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海苏 树蛮高的这个桥 它都搭在那个上面嘛 就像那个现在不是那个云中漫步嘛 就这样的嘛 过节了 哇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skywalk 这个塔它的名字叫skywalk 今年七月才刚刚落成 全部是木结构 一共呢有十层 通过一个螺旋的回廊 可以循序的一直走到塔顶 那么塔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呢 大家跟海苏一起进去看看 下面这边是大型的 Holowin party 万事具备紫千人了 小朋友们快来 我还能滑下来啊 在skywalk的正中央 是这么一个非常高的螺旋滑梯 这个好爽啊 在skywalk足迹而上 这360度的景色 那真的是无敌了 哇 这小孩怎么这么看啊 哇 哇 你看这小孩 哎呀 冒着生命危险拍节目了 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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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看 看下来 走进来了 一低头就走不动了 哈哈哈哈 你雪山好美 贝克雪山 大家看到了吗 这叫贝克雪山 这是贝克雪山 大家看到吗 在美国啊 现在我们在温哥华岛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景色 眼前这个海湾 是能看到虎金的 当然了 这一定要运气好才行 螺旋滑铁入口 排着一个长队 不紧张 不紧张 推的狠一点好不好 据当神回忆 这是他主动做的配音 并不是真的有多恐怖 这就是Skywalk的全貌 回去的路呢 沿着地面走 可以欣赏架在树林中的高架桥 重新回到了公园的入口 可以看到摆放了非常多的万圣节的装饰 真的是节日气氛浓郁啊 大家没有想到回到维多利亚市 这里万圣节的气氛竟然更为的浓郁 而且遍布整个的街头 也没有想到 往直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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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西洋西下维多利亚的市民们已经开始穿上了万圣节的圣装走上了街头 到了晚上我们回到了温哥华来到了白石的一条街道 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来体验最地道的北美万圣节文化 整条街道的布置令人叹为观止 唯一令人遗憾的就是由于COVID-19现在街上药堂的孩子少了很多 真心希望疫情来年能够消散 有更多的孩子能够走上街头 否则真的对不住住家们这一番心血的付出 你说人不来的多可惜 对他们来的打击 嗯 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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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海叔 我正在用镜头记录华人的海外移民生活 若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留言转发 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 Canada9989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要一起学一下 你们这个校园 虫子里面也有 对啊 那里面都是鬼 来 我对着你们 你们一起学一下 OK 哎呀 以前这个区也是个船 1 2 3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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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